陳恩我們剛剛看到的是川普回營疫苗 同時他今天簽署了美國第一醫保計畫 對 疫苗跟健保是川普需要去搶攻的 為什麼呢 因為疫情的處理 通常被認為說是川普施政的 因為他是現在是在任的 他的施政的一個弱點 所以他剛剛很強調說 我們已經開發了疫苗 而且我們會讓每個人都可以打得到 會會寄出去 第二個就是健保 因為他一上臺 就把那個歐巴馬的健保給廢止了 他今天在北卡 就是二十四號在北卡造勢的場合 宣布他有一個叫做American first 美國第一健保 這個健保是要搶攻拜登的票源 因為拜登的選民很重視健保 所以川普等於說在選前去 事出利多來搶拜登的票源 這個健保有三個特色 第一個特色是有更多的選擇 而且要求醫療保險的公司 都要透明化 讓選民讓這個投保人能夠知道 說這個健保的內容是什麼 然後可以選擇 醫療的這個保費可以抵稅 第二個特點是特別要照顧老人 以及家屬 然後他的省 可以省的保費是比現在是有現有的市場 上面的保費 可以節省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八十 第三個是允許帶病投保 也就是有全民健保的概念 而且病人還可以得到自己的醫療記錄 在這個同時 他受訪的時候也說到藥價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他過去呢 把這個藥價有平行輸入 讓他這個不會經過藥商的壟斷 讓這個美國的這個當地的人 可以得到這個外面市場 比如說加拿大一樣的藥價 比如說胰島素 他就說已經藥價已經降了百分之六十六 他今天又釋出一個利多 就是說給這個Medicare的這個紅藍卡的持卡人 有兩百塊的藥價的抵免 他說他已經要寄出去 他特別要照顧就是長輩跟生長者 這是他釋出的這個選舉的利多 那我們來看一下最新的民調 今天要注意的是這個六大搖擺州的民調 就是佛州 北卡 亞利桑那 以及賓州 威斯康辛跟墨西根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前三個打平了 可是還在苦戰的是這三個 苦戰的打平 這個苦戰中間大概都差百分之五 那等一下我們會分析說 有一些其他的變數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他上次贏2016年贏希拉瑜 就贏在這六個州 整個差了七十七個選舉人票 都在這個州 這六個州 然後這次的民調還有一個特殊 就是百分之五十一的人都認為說 川普處理經濟比拜登更值得信任 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一個趨勢 而且2016年的時候 兩個人他跟希拉瑜 其實川普的民調 在這六個州也落後百分之五 可是他最後卻在這六個州 今天都顯勝 勝得從百分之二 零點二到百分之三 所以這六個州 會是相當相當大的關鍵 那我們來看一下其他的變數 第一件變數就是威斯康星 有一個民調是威斯康星 麥迪森大學的選舉研究中心所做的 他認為說搖擺州 特別是威州的選民 變動非常的小 那我們來看一下 支持川普的選民 在意的是經濟 社會安定跟疫情的處理 這是第三個 這是三大議題 支持拜登的選民在乎疫情 在乎氣候變遷 在乎社會的平等 還有就是醫療健保 所以你就理解說 為什麼川普今天要放醫療健保的力 然後川普的選民是男性百分之五十一 是支持川普 女性有百分之五十五支持拜登 高中以下學歷有很大部分是支持川普 大學以上是支持拜登 然後這個威州民調說變動非常的少 選民的偏好好像是活在平行時空 那麼我們就來看第二個變數 就是選舉的這個民調黑數 在二零一六年的時候 正如剛剛所提到說 其實希臘人民調一路領先 可是最後選舉結果是翻盤的 所以民調公司都在檢討說 到底怎麼回事 有一個理論就是說 為什麼川普的選民不願意表態 在民調中表態說他們喜歡川普 第一個理論說他們害羞 因為川普說話正義很多 所以他們還心都還在猶疑 可是呢 這次的這個最新的民調 證明說其實不是 他們還是勇於跟拜登的選民一樣 勇於表達自己的偏好 真正的問題在於學歷 因為民調能夠接觸到 多半會接電話會答的 都是大學以上的人 所以呢 怎麼樣調整 都是大學以上的人 表達的比較多 那些高中以下 沒有大學學歷的人 其實不容易被接觸到 這就是變成川普民調的黑數 所以目前差百分之五 可是大家都認為說 其實川普還是有勝算 好 我們再看一下其他的新聞 川普在北卡造勢的時候 又說了一件讓人爭議的話 就是他們快要選舉 那他一直說拜登有吃藥 所以他在最後這個 接受提名的時候 他為什麼表現那麼好 因為他打了一針 然後就上去 所以他說我們不讓這件事發生 我跟他都願意來接受藥檢 我們辯論之前先接受藥檢 如果他有不等通過藥檢 我就發起真命 說不讓他能夠競選 當然這是相當有爭議的 川普這個人與不驚人 死不休 那麼其他的新聞就是龐佩歐 龐佩歐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說中國的紐約領事館是間諜窩 然後因為中國最近有一個間諜 是藏族他在紐約當警察 然後他搜集這個藏族的 意義者的這個資料 結果被美國的聯邦調查局給逮捕了 然後川普那個龐佩歐就說我們發現他不是唯一一個案子 還有其他人 而且他們都是以紐約的這個領事館為基地 那紐約領事館不但是收集意義者的資料 而且還可能還對聯合國有進行一些滲透 好 長安剛看到川普對於美國今年的郵寄投票的公平性 是不斷的質疑 那同一時間蓬佩歐這個施壓中國的力道 從來沒有這個間歇過也沒有影響過 這一次他是直接點名 中國在紐約的領事館根本是個間諜窟 川普說這個郵寄投票會有避案 其實跟中國的介入也有關係 他就一直指控中國是有主使去把這個選票有做一些掉包或是灌水的行為 那麼因此他的基地是什麼 一個是紐約的領事館 說他不但是蒐集藏人 維族人 還有這個那個聯合國的一些情資 另外一個就是舊金山的領事館 他是針對矽谷的這些科技業做一些這個勤收 或是商業機密的竊取的部分 那麼龐佩歐不但是在受訪的時候 說到間諜窟這件事情 在威斯康星的州議會演講的時候 他說我們要調查兩個中國在美國的組織 一個叫做美中友好協會 另外一個叫做合統會 那麼這個東西在澳洲就是非常清楚 這個就是中國在當地明擺明了 說明擺表面上是美國當地組織 其實在做統戰工作 就是表面上是華僑組織 但實際上類似統促黨在台灣的行政一樣 他滲透政治工作 學校 商界 政治人物的收買媒體還有僑界 然後就是另外在威斯康星也講他特別提到 威斯康星的人跟台灣打交道要 抗拒中國的壓力 最後的新聞我們來看就是日經 就是日經新聞對於這個我們在南海中 南海這個制裁或是美國國防部制裁 制裁跟解放軍有關聯的這個國企中間 他去調查百分之七成以上 七十以上的這個國企是在做軍民兩用 他做什麼事呢 承包軍事的這個供應 另外就是在人事上面互通 解放軍會把這個人調進去做這個商界 商界CEO會調到解放軍去 另外就是科技 民間科技會轉用民用 所以美國的制裁是沒有錯的